约伯记第四十章 耶和华又对约伯说 挑剔是非的 怎能与全能者争辩呢 责备神的回答这个问题吧 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我是微笑的 可以回答你什么呢 我只好用手引口 这说了一次 不再回答 说了二次就不再说 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要问你 你要告诉我 你怎能废弃我所审断的 怎能定我为有罪 好显出你自己为义呢 你有神那样的绑臂吗 你能用他那样的声音打雷吗 你当以庄严与尊贵为装饰 以尊荣与威严为衣服 要倒进你奋机的怒气 观看所有骄傲的人 视他们降杯 观看所有骄傲的人 把他制服 把恶人践踏在他们的地方 把他们一起隐藏在尘土里 把他们本人捆绑在隐秘处 这样我就要向你承认 你的右手能拯救你 你看看河马吧 我造他像造你一样 他吃草如牛一般 你看 他的力量在腰间 他的能力在肚腹的肌肉上 他挺直尾巴 硬如香薄树 他大腿的筋球结在一起 他的骨头仿佛铜管 他的骨干好像铁棍 他在神所造的事工中居首 只有创造他的能使刀剑 淋到他身上 群山为他生出食物 田野的柏兽都在那里玩耍 他躺在连夜之下 躺在芦苇丛中与泥泽之间 连夜的阴影遮蔽他 西旁的白杨树环绕他 江河泛滥 他毫不慌张 约旦河的水涨到他的口边 他还是安然 他警觉的时候 谁能捉拿他 谁能用铁圈穿他的鼻子呢 没错